行 她的性格一直就是 有什么又不听我说 又不听我解释 然后每一次回来 就是和我大吵大闹 要不就是我冷战 一直不和我说话 那是因为你做没做对 难道你就做得很对是吗 你还不是会说谎骗我 她骗您什么了 当时我还怀着孩子 那个时候就经常 骗我出去打牌 又我一个人在家 因为当时她怀孕了嘛 然后就整个脾气啊 这些都特别的大 可能有时候一点小事没做好 她就要对我发脾气 我就感觉在家里面 我就像她的这个出气筒一样 你作为一个来人 你可以让着我一点吗 但是我让了很多了呀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打牌 好吗 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 我不能接受到是你骗我 完全像我自己心里面了 你骗我就不好 现在还打吗 后来就是陈东旭上班了 也没什么机会了 那还是有变化的 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反正她对我的态度 脾气越来越古怪 而且你说我对你不够体贴 对你不关心你 从谈恋爱的时候 到现在你自己说 不管条件再怎么 艰苦我还是给你买衣服 是吧 然后我自己现在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事业 你又不出去应酬 你谈不下来的事 是不是我去谈成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我真的我觉得我很委屈好吗 我出去应酬的时候 你又觉得这样不对 条件不好的时候 没钱的时候 你就觉得日子过得很老火了 难道我有多大的错 然后每次我出去的时候 不是我跟你说好了的吗 那为什么你不听我解释呀 我在你的心目中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吗 我们在一起六年多了 好吗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主持人 我觉得我没有多大的错 我就算我有错 我都觉得他应该和我沟通 因为之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男朋友了 我就应该把我的圈子断了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 肌肤我就没怎么联系了 最近的时候心情特别烦 反由于工作 然后平时他又和我大闹 然后我就觉得 在我真的需要倾诉的时候 我连我的朋友都没有了 所以最近这一年多 我就重新把我的朋友 摇喝起来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相聚 经常我们现在又可以回到 以前一样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他们 倾诉倾诉 但是也不完全就是和他们一起玩 一起聚会啊 我有谈正事的时候啊 你知道我的性格 你认识我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的性格是这样的 对吧 那为什么你之前能接受 现在却不能接受我的性格呢 先平静一下 问几个问题 好吧 好 你们现在是夫妻两个人 在做生意是吧 本身我自己就有工作的 然后为了家庭条件好一点吗 然后我就会去做做活动啊 然后去跳跳舞啊之类的 然后就另外快 然后自己现在干了 你做什么呀 我就是接一些这个婚礼主持 婚礼主持 你们没有开婚庆公司是吧 没有没有 因为就是相对方别人 你的活是他接吗还是怎么 有时候他接 因为我接的时候 都是一些婚庆公司派单 你们俩谁的收入高一些 他的收入 你们家一般事谁说了算啊 都他呗 怕老婆没什么干嘛那么委屈的 不是我还是有听他的时候 行 刚才先生强调了一个近一年来 是吧 对 孩子等于你待到一岁是吧 还不到一岁 我就该回去上班了 近一年是因为我干了一个小的美容店 相当于现在我又在上班 又在兼职跳舞做活动 然后现在又干了个美容店 所以你心里挺委屈的对吧 就是在现实情况下 我听起来你们家应该是一个女主外 男主内的一个分工 是这样吗 对因为他谈业务这些哈 相对于能力比我好很多 他在家里面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强势 他老是就是压着我的那种 怕他跑吗 有一点 但是我没有这样想过 今天是谁说要来这儿的呀 我 来这儿干嘛呢 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吧 把这些心都放在咱们家里面 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 所以你心里是委屈的是吧 有点 你跟他们在一起开心吗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心 但是回家就不开心了 他如果不找你闹的话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是吧 他不找我了 他可以 这一年他的变化是有的是吧 他不像以前按你的描述 没那么爱打麻将了对吧 对 他除了气你 他也不出去玩是吧 还可以 他也不出去玩是吧